水龙一带昨天傍晚五点左右下起了滂沱大雨 白浦大道再一次爆发闪电水灾 临近的IOI购物广场遭到波及 露天停车场变成了一片汪洋之外 红圆花园也发生了土崩事故 马路塌陷 四辆轿车坠入坑洞被掩埋 警方立即疏散附近9间房屋的29位居民 以侧安全 上午7.30 温暖夜 温暖夜 润温暖夜 湾润 沙巴 温暖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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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土崩的地点位于浦种市中心宏愿花远路 警方事后下令附近九户家庭紧急撤离 其中一个家庭一共八人 前往位于书邦在野市政厅礼堂的临时疏散中心 其他人则是个别前往亲戚的家过夜 除了警方之外 萧总局 书邦在野市政厅工程局 民防部队 志愿警卫团以及雪州水务公司 都分别派代表抵达现场视察土崩的情况 当局直到今天早上依然封锁了有关区域 黄色资论 南京负里 反应 mark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